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ok啦,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是关于我从San Francisco 飞去英国的视频啦 Enjoy 所以我从San Francisco 飞去英国的那个飞机 我就是用Virgin Atlantic 的飞机 overall 我觉得很不错 你看到飞机上的书都 not too bad 首先我第一天的行程呢 我就是到火车去York 到了York 我就看到这个很美的咖啡店 我仍不足了 去买了一杯咖啡 它是我人生中喝过最smooth的咖啡 after that 我就去exploreYork overall 我觉得York真的是太美了 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old school but at the same time 不是很美啦 很classic 接下来 我的朋友就带我去吃的这间Crab店 它吃过很好吃的 我觉得overall 其实是真的很好吃 我们点了的是那个咸味的啦 savory味的 我觉得我蛮喜欢啦 是有猪肉味 我觉得你们可以try一下啦 然后吃饱了 我们就走到这个Harry Potter城市 小小的Harry Potter小店 然后我点了这个Butter Beer 然后我们就去走马看灯看看风景啦 然后看有什么好看的 我觉得是ok啦 我觉得我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很美 然后我们after that 我们就去这个很聪明的这个火车站 我不知道是火车站是什么 没有多清楚 but也给你们欣赏一下啦 after that咧 我们就回来York的车站 因为我们after that 我们要去List List给我的感觉叻 就是比较层次火一点的啦 after that 我们就去这个广场啦 这个广场叻的特色就是很多五零六色的门 你看到吗 它五零六色的门是蛮值得去打卡的拍照地点 所以我建议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们的肚子也饿了 所以我们就去这个Kergate Market 来吃一个香港的烧腊饭 我觉得蛮不错的 因为是香港人做的 吃饱饭后 我们就来逛逛那个List的city咯 然后我们进去看到这个巧克力店 我觉得我们也两米 我觉得是很好吃下啦 你们可以来try try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Lin的牌子 我觉得ok啦 很好吃下 然后我们第二天就来到这个Nesparov的一个小town来走走 看看啦 这个town很美 很小罢了 我觉得你们是半天trip就够了 其实 然后ok啦 就给你们看看有什么好看啦 哇 还有想跟你们讲一下 其实Nesparov就是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可以去滑船 你看到我这边滑船吗 是挺爽的 ok啦 guys 这就是我三天两月在英国的vlog啦 请你们期待我next vlog which is Paris vlog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bye by bwd6 by bwd6 b